呃,这是条旧文,2023年也不算旧了 2023年9月23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 每日经济新闻可是,呃,呃,顶猴啊 啊,那么法官欠字曝光 谷歌创始人布林与华裔妻子离婚 南方身价达7000亿 据红星新闻报道 近日有媒体获得一份法庭文件显示 谷歌联合创始人希尔盖布林 已经和华裔妻子尼可汉纳 沙汉纳 汉,这个名字 尼可沙纳汉正式离婚 法官欠字批准离婚日期是5月26日 根据福布斯排名 截至9月21日 布林的个人净资产呢 是1056亿美元 和人民币呢 是7708亿元 是全球第八大富豪 媒体尚不清楚 离婚后这笔财产将如何分割 近几年 多位美国的科技大佬 婚姻走到了尽头 特斯拉的CEO马斯克 亚马逊的创始人 贝索斯 魏远创始人盖茨 将均相继了离婚 这个7700亿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把他的钱分给7700个人 每个人还是有一个亿 分77000个人 每人还有7000万 啊 有1000万 7万多人 7万多人 呃 7万 反正不少钱吧 我都算不过来了 840兄弟 谢谢啊 很多钱 这里面有几个故事啊 可以这个 啊 讲一下 一个就是 有人说 说华裔和 以色列人的这个 智商啊 就是最高了 以色列人 现在也可以证明 有时政的了 啊 包括这个 爱因斯坦 比较厉害的 是吧 然后 马克思 包括 啊 这个什么 很多啊 反正这个 以色列人很多 这个华裔 这个男性 很厉害的 反正女性厉害 女排 女卒 都厉害 是吧 然后这个 莫可多的太太 中国人 啊 华人吧 不能说叫中国人 中国人和华人 是不是一个意思 这个 也是个问题了 啊 莫可多的 就是那个传媒 大佬 扎克伯格的太太 华人 啊 这里布林的 太太 华人 都离婚了 能不能分三千个亿 我们很感兴趣 这个问题 是吧 这里有个小八卦 啊 写个写这个八卦 的是悬子啊 这个悬子啊 有点说法的 和央视的那个 什么那个家伙 搞了一场 官司的 叫悬子 是不是他的帖子 也不清楚 啊 他说呀 这个 这个 谷歌联合创始人 谢尔盖布林 和华裔女企业家 尼可 撒 纳汉 正式离婚了 怎么认识的呢 他们两个人呢 是在2016年的时候 练 瑜伽 静修的时候 认识的 这个是有点意思 啊 这个 这个瑜伽吧 有人说啊 这个瑜伽是和 性爱有关系 他那个东西 好像有点像 或者有个分支吧 或者有一部分人吧 他研究那个玩儿的 啊 什么动作 什么姿势啊 这个 灵修吧 这个跟心理学有关系 心理学走到极致以后 就有点 因为你总是用逻辑 分析人 你总得有一个劲头啊 那你总不能 变成 都哥哥变成了那个 啊 王小波啊 或者 哥哥都变成了 啊 苏格拉底啊 就是爱智性的 就是爱逻辑的 他有些人 我看 有一大部分人 啊 各种原因造成 他并不爱这个东西 他去哪里呢 他们又不太 搞犀利学的 又不太 接受 宗教 或者有一部分人 不接受宗教吧 他们就搞灵修 搞什么瑜伽 这些个东西的合体 你看 这两个人 就在这个场合下 认识了 啊 2018年呢 秘密结婚了 去年一月份 提出离婚 有人说 就他帖子里说的啊 有人说 有报道说 布林与尼可离婚的 与爱隆 马斯科有关 啊 爱隆 马斯科呢 说给人擦足 尼可和马斯科 都否认了这种说法 毕竟马斯科呢 是喜欢金发必然的 人尽皆知 所以这个马斯科呀 这人感觉 就是天天搞第三者擦足的 马斯科这个人的婚姻官 有点问题的可能 啊 这人在这方面 是不是存在 巨大疑问的 这个也不清楚了 反正是这个 搞科技啊 搞创新的 这个马斯科 厉害 搞家庭啊 搞婚姻呢 做这个家伙 是个问号 嗯 嗯 那么这个布林呢 有点意思 这个布林 他的父母呢 是苏联人 布林也是出生在苏联 啊 结果呢 就跑到了 片脸国啊 就好 对比这个 马斯科吧 马斯科是个南非人 啊 又到 什么澳大利亚 还是加拿大 又跑到什么 这个国家 那个国家 最后落脚到 漂亮国 啊 嗯 这个布林 这个布林 有人把他和乔布斯 对比 因为乔布斯 是土层土长的 美国人 啊 妈妈呢 是 呃 大学生 等于是私生子 他是啊 我们中国人 认为那里都出身 最不正统的人 啊 乔布斯 乔布斯 创造的企业 说就是那种 集权性的企业啊 就讲这个 我说了算 我是天下第一号 就是集权的 独裁啊 这个就是乔布斯的 企业风格 说这个布林的企业风格 恰恰是反 乔布斯那一套 有个电影叫做 啊 叫做什么 叫求知大叔 还有这个电影 就完全以这个 呃 以这个谷歌的背景 拍了一部电影 讲的内容呢 就是 两个人啥也不是啥啊 但是就是想 梦想有这个 啊 啊 有有有作为 啊 然后就是这个 谷歌啊 就行了 是吧 说这个 这个谷歌啊 这个厉害的 说什么呢 厉害到 啊 说你带着孩子上班也行 你是带宠物上班也行 啊 啊 如果这个 乔布斯是一个 这个 啊 啊 搞的是啊 就是这个 叫极权 啊 呃 这个 企业 那 布林他们就搞了一个 就是 反极权企业 啊 如果这个 或者另外一种说法 呃 这个 苹果公司是一种 呃 个人魅力型企业 啊 这个 谷歌公司就搞了一个 所谓的群体型 智慧型企业啊 就是讲 讲的是严多力量大 讲的是不管 啊 这个就是以谷歌背景 拍的这个 电影 啊 叫实习大叔 两个大叔根本就对网络一点都没认识 是吧 又失业 哎 就是是 想试一把 啊 所以说这个 谷歌公司 和 啊 说苹果公司 两种企业文化 但是他在漂亮国都能可以行 啊 就是至少作为企业吧 都是非常成功的企业 有意思吧 这样我想起来说中国人 啊 所有两种带兵方法 一个叫他们获去兵的 一个叫做 啊 李广的 啊 非将军李广 啊 这两个人 一个就是跟那个当兵的人吃和玩乐 啊 称兄道弟 啊 就搞成一片 啊 啊 搞成一家子一样 啊 没老 没上 没下的 这一群人在这里 啊 而这个另外一个人呢 带兵呢 说这个军纪严明 喝 你想喝酒 我不行的 啊 到处整洁 啊 6S运动 啊 整理整洁 可是两个人都打圣上 所以这表面上这个东西啊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还看不出来一个什么东西 他内核里还有其他的东西 可能是啊 应该是 啊 比如说这个内核的东西 他们都是在漂亮国 都是产生在那里 你这个不就让人好奇吗 这个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是吧 啊 他到底和别的地方有什么差别呢 啊 你像这个布林 他在苏联 他怎么不行呢 他怎么创造不出谷歌呢 或者现在俄罗斯也创造不出来个谷歌啊 啊 你这个 你乔布斯 你怎么到现在也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可以和乔布斯抗衡的 甚至 别说和乔布斯抗衡的了 就是现在这个南非小子 马斯克是吧 乔布斯都搞不定他 马斯克也搞不定啊 你现在谁能够和马斯克搞这个企业PK 没有一个 连竞争的对手都没有啊 啊 马斯克的其中有一个项目的竞争对手出现了啊 当然电动车的竞争很多了 发射卫星 没有 现在他的竞争对手就是这个航天上的竞争对手 这里就说了这个贝索斯啊 就是亚马逊创始人 他就对这个啊 马斯克的东西不服气 觉得他不行啊 所以他也在搞这个航天的这个东西 至于这个婚姻的这个事嘛 啊 这个都是一群这个高高在上的人 我这样人也评论不上是吧 按头脑啊 按财富啊 按生活阅历 咱都不知道 没办法破解他们的东西啊 我们是温饱问题还没解决 人家都是在天上飞来飞去的 谁说发生什么事嘛 什么话评论不上